我是女特人 永保女特魂 她是擅长侦查 狙击的女子特战大队班长 在我这部动演的剧情中 头一四一道 这种突发式的前后剧的制动 她是成功化解直升机 空中陷情的机械师 每次看到胸前的荣誉裙章 我就特别的羡慕 她是百步穿扬 荣誉等身的特战兼兵 作为全军优秀军士 他们时刻牢记职责使命 刻苦钻研 打仗本领 远距离狙击 她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属性要做到 就是每一次突破一点点 只要你能坚持 军事计时 精情推出系列节目 谋打赢 敬请收看 本期播出第二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了之后 那我们就多端五分钟 作为回归 公平和理 公平和理 要准备倒数了 死亡十秒 快只有十秒 快只有十秒 九 八 七 这是令特战女兵们有些抓狂的训练瞬间 在这样的时刻里 她们要展开一次次抑制与体能的较量 但在教员特战大队班长王雪的眼里 这一切都是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所必须经历的 那么王雪是谁 作为武教徒的她 又是如何练兵的呢 我是女特人 永保女特魂 我是特战女兵 王雪 王雪来自武警四川总队某机动支队 精通狙击、侦查两大特战专业 2019年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三等奖 2020年被武警四川总队表彰为军事训练标兵 2023年被评为全军优秀军士 荣莉三等功两次 加奖五次 此时的巨枪训练已经进行了20分钟 还有不间断的蚊虫叮咬 因为当时脚麻了可能就没那么明显了 现在可能已经出现 大家的右脚开始变麻 左手已经开始肌肉僵硬 但是希望大家坚持 大家都以为再坚持一下训练就可以结束了 然而让队员们想不到的是 此刻教员王雪又进行了加持训练 戴上你们的水壶 感受一下这个重量 感觉自己的手已经麻了 就是完全使不上力气的一个状态 原来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训练 是因为王雪发现了胡雪芹的手臂力量不够 导致它不管是攀登还是巨枪 成绩都不达标 为了快速帮助胡雪芹提高手臂力量 王雪特意用胡灵来做辅助练习 然后手枪的话应该是两千克到三千克左右 然后但是这个胡灵的话有六千克 其实相当于中了两倍到三倍的样子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手枪端枪出去 其实也依靠的是这个小臂和肩膀的力量 然后我们做胡灵做一个辅助练习 练的也是这个小臂和肩膀这一块的力量 然后可能更重一点 等到他们再端手枪的时候 可能就会感觉比较轻松 然后端的时间也可能稍微更长一点 练习最后一组啊 上就对了快 准备走 锯枪稳定了射击成绩就会提高 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 特战女兵的成绩在靶子上也有了结果 第一轮射击特战女兵们没有发挥好 王雪会细致地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所在 你的弹罩整体太偏上了 你下一次瞄准的时候 希望你往下稍微瞄一点 你看你这个弹罩整体偏左 你要考虑到底是枪支的问题 还是你左手掰枪的问题 第二轮射击时 胡雪芹克服了手臂力量的问题 射击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 而特战女兵罗承华 更是打出了99环的好成绩 然后班长的他每一次都会 把问题给我解决掉 然后就会让成绩变好 王雪想让队员们知道 想要成为一名特战队员 必须经历一番艰苦努力 而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打出十环 王雪所在的女子特战大队前身 是武警四川总队女子特警队 担负着反恐处突 抢险救援等任务 一批批特战女兵战胜了心理 生理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练就了一身的过硬本领 曾经荣立集体一等功 在王雪的少年时期 受电视连续剧女子特警队的影响 就把当兵入伍作为人生目标 让她感到激动兴奋的是 2014年9月入伍时 王雪如愿来到了女子特警队的原型单位 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兴奋 我就觉得天哪 就跟天上掉了特别大一个馅饼一样 当时心里面就特别特别开心 最初刚刚进入特战时 王雪和初入军营的女孩子有样 其实内心之中都有一些胆小 站在那个楼顶上的那一刻 我往下看都不敢往下看 就感觉快窒息了那种感觉 当时我都哭了 练习端枪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绝望了 就是趴下去就没有起来的口令了 跑步也挺痛苦的 就感觉防弹衣怎么这么重 头盔怎么这么重 身上的枪也好重 然而作为一名女特战队员 王雪不仅要练就身如飞燕 飞檐走壁这样的绝火 也要练就过硬的射击本领 对她来讲 这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自己爬的时候也挺崩溃的 就经常像挂腊肉 就大家所说的挂腊肉 挂在上面上一上不去 下一下不来 就特别特别的难受 走过了那段艰辛的训练之路 王雪迅速成长起来 如今她也想把自己的训练经验 传授给女兵吧 副班长傅雨昕 体能素质相对过瘾 但是抓绳上克姆对她来讲 却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难题 加油 伯父 加油 伯父 别人在笑我呗 与此同时 在体能训练时 王雪特意加强了 傅雨昕的腿部和腰部力量训练 你看这个收腹就瘦得比较多 然后你看她的每一次收腹 基本上都是收到了极致的 你看你爬到神的时候 如果能瘦这么多 每一步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针对个别女兵手部 用不上力气的问题 王雪特意找来了一个 重达三千克的杠铃片 这个过程很痛苦 但是你想一想 你爬上去的时候 卡卡卡的时候 上面的风景又变美了 快 美好的风景等着你 你面的感觉怎么样 小弟特别的小弟 他大神才 以前就是抓的 就会觉得没有力气了 我就会就这样 就会抱着那个神 因为抓不止了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我可以不停 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 但是我可以不停地爬上去 针对性地寻找薄弱点 进行专项训练 仅仅半个月的时间 客战女兵的抓绳上成绩 有了飞跃提升 一项成绩垫底的赋予心 更是达到了优秀的标准 我觉得这个是最直观 最粗暴的一种方式 就是很能见成效的一种方式 王雪虽然走上班长的岗位 重心主要是如何带兵 但对自己的体能训练 她也抓得很紧 基本上是晚上的时候 可能稍微等大家睡觉以后 然后就可以去走廊 然后用小凳 然后我们也会有狐狸 拿回班 然后就自己加加力量 王雪针对不同的客户 不同的特战队员 她采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太慢了太慢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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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这个让特战女兵困扰的难题 王雪自制了一套游戏式的体能训练方法 我们在进行一个综合体能 然后基本上设置了六个科目 然后会练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主要是检验大家能够一次性能够做很多不同的科目 然后也是练的一些小块的肌肉 我搞体能的时候也会觉得其实氛围好了 其实累点无所谓 因为让他们保持一个比较积极 然后比较开心的一个氛围 让他们就是既能练到位又能比较开心 这些用心良苦的训练方法 就是为了克服特战女兵在训练科目中的各种短板 往前推 这个的话主要是我们可以练心肺 我们的腿部力量 以及我们这个腹部的收腹 然后它主要针对我们的弹跳 然后有比较明显的帮助 我们练的这个哑铃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练针对这一小块肌肉的训练 也方便大家抓绳 然后这边练臂力的话也是一样 其实就是针对一个手部 它整个的一个尤其针对大笔这一块 它有一个肌肉的训练 看似简单的训练 一轮操作下来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大汗淋漓 稍微手往内合一点 我们基本上会到一般45秒 到一分钟我们会进行一个轮换 所以它基本上一场下来的话 身体的基本上大部分的肌肉 都能够练得到 谁先出汗谁过来啊 要多大的汗低 这一组到这来 那一组去挑这个 这一组这来 快换 我们要做的真的就是坚持 我们不一定比别男的队员 可能有那么好的身体素质 和那么好的身体技能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韧性 我们能够靠我们的韧性 去弥补我们的缺点 不要动 大家坚持 每一次这个时候 都是你掌控一分钟的时候 坚持啊 每天的训练场上 听到王雪说的最多的 就是各种坚持的声音 就是每一次突破一点点 只要你能坚持 坚持你每一次你都用心对待 那肯定是有进步的 坚持坚持 四 三 二 而正是有了坚持的习惯 特战女兵在练习特战科目时 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他虽然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 但是在训练场上 他会先活跃我们大家的气氛 让大家以一种很快乐 很开心的心态去面对训练 除了体能的短板之外 恐高也是一项 让大多数女兵头痛的问题 在这天的锁将训练中 女兵罗承华因为恐高 一直不敢跨越栏杆 我翻出去了两次 两次又翻回来了 然后第三次就下去嘛 但是就是保护我的人 说下面那个垫子 都被我的眼泪打撕了 我太能体会她那种心情了 就真的很害怕 就把那个绳子感觉都快捏碎了 就生怕她滑一点点 那个脚也不听使唤 手也不听使唤 整个人反正也比较僵硬 就脑袋就一片空白 盯着下面特别特别害怕 王雪心里很清楚 罗承华不是不敢做动作 而是无法跨越心理的坎 所以每一次穿戴装具 都给她检查得格外仔细 我穿戴的那些装具 她都会亲自给我检查 一遍就也是给我一种安全感吧 让我自己相信 我身上是安全的 然后她也会再给我进行心理的疏导 然后让我自己心里不那么害怕 在王雪的耐心引导下 几天之后 罗承华尝试着跨越了内心的那道坎 别怕 你勇敢跨出你的左腿 我把你握住的 好 然后站在上面的时候 她又会把绳给我收紧 因为在上面如果把绳收紧的话 你是感觉得到非常的安全 就有人在后面拉住你那种感觉 然后所以我就让我自己能够 自己很大胆很放心的 就是倒下去 挺感动的 她就让我经常会想到陪伴两个字吧 因为每一次训练 像每次进步 其实都有她在 善于找问题 又善于钻研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英才失教 几年来 在王雪的带领下 班里战士先后有多人入党 提干 为单位培养出了一大批训练尖子 我学了 比情商比较高 就是说她在带兵方面 有她自己的一些想法 她对于班上的兵都很关心 都很关爱 我学到的每一点一滴 就是能够带给我下面的一些战友 就是我带的一些战友 能够帮助他们成长进步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的强项 快 你的肌肉在增长 还笑得出来 就说明不累 快 王雪 打 出列 去 不久前王雪因为出色完成任务 又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优秀军事 让很多男特战队员也想一睹他的风采 想和我切磋一下 对 听说你打得不错我想跟你试试 我感觉我打得也很好 那你觉得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我觉得是我厉害 行 切磋吧 我也觉得是 是不是 好 嘴上是你们赢了 我们打一场再说嘛 是 好 讨论之后 比赛规则也制定了出来 是我手指方向从这里 约进过去之后 然后回到这里 为我们的设计地线 领取两发弹 再设计我们的气球 而后再进行第二次的越野 过来之后也是一次领了两发弹 然后再对乒乓球进行射击 到最后看谁射击的目标越多 用时最短 那就 谁就胜利了 其实王雪第一次接触狙击枪时 还一度被战友们开玩笑 刚开始恋爱搞进局的时候 然后他们经常还笑我 父母还没有枪肠 加油 这一次 这一次 特战男兵唐宝奇 要挑战的是 运动后狙击 运动一过后以后 然后肌肉也比较僵硬 然后再朝这个墙的话 就感觉特别难控制 气球肯定是没的问题 那乒乓球 就怕有风 对 它那个风是突然一下就吹过来 然后突然就停了 乒乓球它不是匀速的摆动 它是收一下它就没了 踢到这种的话你一般咋咋的 我一般怎么咋 看看能不能找到规律嘛 尽量找规律 没规律的话就看运气了 这一天的射击场上不时吹来的一阵阵微风 增加了射击中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王雪能否在这场比赛中取胜呢 射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你们两个谁先来 我先 没有什么意义吧 好 那就王雪先来 出发地线 准备 踢进 在战友们的加油声中 王雪扛起枪开始了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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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声枪响过后气球应声而入 接下来到了难度较高的乒乓球射击 在经过连续的奔袭后 王雪能否命中目标呢 你感觉你刚才打得怎么样呀 我感觉当时在跑的时候 入戏影响比较大 然后对这个风一吹 对乒乓球的把握 其实没有特别好 紧不紧张 紧张 那可是关乎我们大队的能力啊 入伍九年里 王雪把女子特战大队的荣誉 看得格外重要 每一次比赛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 不能给女子特战大队丢脸 王雪常服上的奖章 代表着她一直以来的艰辛努力 更是军人至高的荣誉 也是让王雪最珍视的 第一个三等功的话 是在18年的时候 参加武警部队 特战分队专业集训的时候 取得了女子组第一 然后总评第五的成绩 然后当时这个过程的话 受到了很多教员 然后还有领导 以及战友的肯定 然后获得了此荣誉 扛着枪奔袭 从身高和体能方面来说 特战男兵唐宝奇 有着很大优势 而能否命中目标 则充满了不确定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发 伏析一没调整过来 对 我拼到了 平方球的这个难度确实有点高了 对 现在我们背方的直观 可以看到是 气球是已经打破了的 能看一下平方球 哎 这个平方球 打动了 第二个没有打动 这感觉到晃动了的 六十两分零一 没有问题吧 没的问题 没有问题是吧 好 命中目标数量相同 虽然时间上输给了特战男兵唐宝奇 对于王雪来说 每一次的射击都是经验的积累 更是下一次射击成绩提高的基础 所有的训练都是紧紧围绕实战进行 为了检验大家的综合水平 特战大队经常会组织一些实战演练 以此来检验训练成果 通过刚刚大家侦查的情况我们得知 犯罪嫌疑人一共有三名 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金钱 也存在一定的应急行为和报复社会的行为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危急 两组队员进行侦查之后 王雪迅速布置了作战方案 并给了自己一个特殊的身份 去接近犯罪嫌疑人 组长 在我侦查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化妆侦查的方式 进行在内部细致的观察 而后再进行其他的出击行动 完毕 脸上画上老年斑 戴上老年人的假发 特战女兵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年迈的老奶奶 让一个年迈的人 去给她进行送钱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能够声东击西 其他队员在陆续跟上 可能反而会起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王雪一招置敌 控制了犯罪嫌疑人 成功解救人质 从战事中走来 又走到战事中去 九年的军旅生涯 让王雪蜕变成了一名 坚韧的特战女兵 一个勇敢的特战女教头 女特的精神也是需要传承的 然后希望就是在每一批兵当中 都有能够看得到 大家能够看得到榜样 能够看得到标准 然后能够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然后我们的这一代的责任 可能就是需要把女子特战大队 这个光环擦得更亮 让这个名片更闪亮 还有还能够看得到 好 我们的内衣 ata